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中文电视台TVCN的每日药文 我是主播Melody 今天是加息时间2021年3月30日星期二 聚焦世界头条了解全球时事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加国药文 首先是一条关于疫情方面的信息 加拿大暂停阿斯利康疫苗的注射 近日新冠肺炎确诊增加 昨天BC省刚刚宣布关闭所有的餐厅堂食和聚会场所 今天加拿大卫生部又修改了接种指南 停止在55岁以下的加拿大人中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据悉现在欧洲有25例的血泥块个案 与阿斯利康疫苗相关联 其中有18例病例为一种极为罕见的脑筋脉斗血酸形成 截止3月18日欧洲至少有9例死亡病例与副作用相关 德国医学监管机构周一表示 已经收到了21例最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罕见血泥块的报告 虽然加拿大尚未出现血泥病例 但加拿大传染病医生对此颇为担忧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提醒大家 对于已经接种阿斯利康的加拿大人 一旦发生了气促、胸短、腿红肿、持续的腹痛 突然发作、剧烈或持续恶化的头痛 以及视力模糊和外皮肤、瘀伤 应该立即就医 下面是一条关于留学教育信息 UBC新开的原住民语言学位 最近在UBC大学Organagon校区宣布开设原住民语言学士学位 省卫生厅在本周一新闻稿上表示 BC省有34种原住民的语言 其中至少93种不同的方言 BC省教育厅长表示 BC省的原住民语言濒临消失 UBC大学新设的语言学士学位将增加原住民语言的使用人数 最后来看一条极具争议的新闻 哈利法斯警察对黑人男子举枪 口出脏话 会用子弹塞满你 事情起因是警方接到报案 称有四人在一个停车场发生争执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发生现场有枪械以及毒品 警方说成功制服了三人 第四位男子则是被恐吓的黑人 哈利法斯警察局局长表示 该名警员的原语不能接受 现在正在被安排到文职工作 直到内部调查结束为止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日的全球各大通讯社世界头条讯息 首先看到来自CBC的消息 BC省的餐馆 宗教团体 以及团体健身馆 正在从开放的过程 转变为关闭一些服务和活动 直到4月19日为止 该省的卫生官员宣布了新的限制措施 以阻止COVID-19的橄榄增加 省卫生官员邦尼博士周一说 BC省在过去的三天当中 记录了2518例新的COVID-19病例 周六创下了936例的历史新高 为了应对这些增长 BC省苦苦挣扎的餐饮业者 被禁止在室内继续为顾客提供食物和饮料 但允许顾客购买外卖的食品 并在露台上用餐 省卫生官员周一还宣布 魏斯勒黑书山的度假村将在4月19日之前关闭 以限制因为春假后感染激增 以及对不必要旅行的担忧而引起社区传播 与此同时 一些宗教的领袖对省卫生部门的一些信息感到困惑 而另一些人则感到愤怒 因为上周四引入的允许宗教活动 在未来的六周内只能容纳50人或者更少的室内聚会的差异 现在已经暂停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完成修订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 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金表决 全票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了第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再来关注一下美联社的新闻 德国限制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德国柏林的卫生官员已同意限制在60岁以下的人群中 使用阿斯利康冠状病毒疫苗 这是因为显为人知的事 极少数接受注射的人中有不寻常的血泥块 根据报道 柏林最高卫生官员表示 该决定是为了预防起见 此前德国的医疗监管机构宣布 31例最近接受过该疫苗的人罕见的血泥块 9人因此而上升 至今为止 德国已经接种了约27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再来看看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与印尼签署防卫装备品转移协定 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 30日在东京都内召开了外长防长会议 2加2 就地结旨在日本出口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达成一致 与辉格聊签署了协定 考虑到东海和南海的中国动向 日本和印尼对于以力量军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共享了严重的关切 上次两国举行2加2会议是在2015年12月 此次是第二次 会上就实现日本主张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展开合作 达成了一致 与会者确认将进行旨在提高印尼海上执法能力的支援 并提供渔业监视船 还商定在印尼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 反恐和防灾上也携手合作 日方就中国允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 实施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接着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 中国抑郁领导反美联盟 打造世界新次序 自拜登当选以来 中国一直希望阻止美国形成一个对抗中国的联合阵营 在这些努力没有奏效时 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试图将俄罗斯、伊朗、甚至美国传统中的中东联盟纳入乙方阵营 美国的传统中东联盟等纳入乙方联盟 分析认为世界正日益分化为不同阵营 中美都在希望引入支持者 最后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WTO新冠追溯最终报告并未回答关键问题 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WTO牵头的新冠疫情追溯调查小组发现 最近一次走访中国期间查看的数据不足以回答 病毒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开始传播等关键问题 这份期待已久的报告介绍了WTO牵头的调查人员 今年早些时候完成对武汉为期四周的调查结果 以上就是今天加拿大中文电视台TVCM每日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主播Melody 点击关注不迷路 每日最新最热的新闻奉献给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